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次长 还有提出的同仁 第一页 下一页 动资券使用率是低的 它现在的领券率只有76% 152万份 那它的抵用率更低 那当中有高达7亿左右 也就是70%的人领了券没有去用 那你们提出来的方法是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刺激它的消费的动能 五月底前使用完毕的话 我加码从500到700 那第二个是延长使用期限 再给它两个月到八月底 那我记得我们当初很多委员 都在对于动资券的使用 有这样的提醒 也就是说第一波的纾困 都会被拿去购买运动商品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它转化到支持运动赛会 可是现在运动赛会 或者是一些运动场域的消费使用 又因为疫情又卡住了 所以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能够再鼓励民众积极使用 第二个你从六月到八月底 有没有在思考就干脆再延长 因为六月到八月我看来还是疫情很严峻的时候 第三这些没有领券的这些券 是不是能够释出再做一批的抽奖 我的三个问题请您回答 好谢谢委员 那我想针对民众鼓励积极使用的部分 那我们体育署的部分一方面也透过积极的宣导 同时也发送email跟简讯给中签的当事人 通知他们提醒他你还有却没有用 那另外我们也跟其他的业者的部分做一业的结合 然后扩大这个使用的这样一个效益 那至于这个目前我们原来是使用到六月底 那目前是考虑到延长到八月底 那是不是在延长的部分 这我们在后续再来做一个评估 我觉得应该可以再审设评估 主要是那个八月底的部分 七月份八月份刚好是暑假嘛 学生也是 那就再观察看看吧 滚动的检讨 那魏领券要不要释出你订定一个时间点 对我们目前的部分刚刚提到就是 五月底之前使用完毕的会加码两百 那这两百的经费的部分预估 大概是会在两亿的额度换文内 这个就使用 那个总经费十一元里面我们预估 没有啊那你这是用内涵把它吃掉啊 您当两亿外加吧 我的意思是要不要用外加的方式 我们那个预算 这次预算是来自于那个特别预算 里面的相关经费啦 所以大概就在十亿的方法内 那么预估大概应该是 好我了解您的意思哈 那就是先把十亿花好花满 让他的预算执行到顶 但是我提出来的建议 你们也可以思考看看 如果还是有魏领卷的 我认为因为他现在已经使用的人 以及是他有很强的动能 他就是非常的强烈的运动粉丝 应当再用这些铁粉去吸引他 所以我认为也许在策略上 本席的三个建议 请你们再强化去思考政策的调整 好下一页 倒数计时了 亚洲同志运动会倒数三十二小时 明天晚上六点就要开幕了 我今天特别把亚洲同志运动会的口罩 带在我的脸上 今天特别再一次来宣传 倒数三十二小时 明天次长也会去参与开幕 明天我会到现场参加开幕 谢谢次长来参加下一页 我们有高达两千人的 一防疫规范的参赛人员的上线 但是呢 其实真的也蛮辛苦的 主办单位不断的在推播 在刺激在推销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再加上整个赛会都有直播 所以他的现在愿意去花钱进场 看这个难得在台湾的世界级的同志运动会 其实人数是相对少的 所以主办单位当然 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最后的期间来加把劲来做推销 那我这边先来concern一下 我们来关心一下 明天就要向路德亚洲同志运动会 他的防疫措施 各项提出是不是都齐备 让他安全无虞 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是由台北市政府来做一个主办 对 所以他相关的防疫规定的部分 那么也经过台北市政府确认 然后也会依照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相关的规定来办理这个防疫相关措施 包含了APGA的职委 有市委会过来 那基本上都依照现行的十加期的入境的拘检的规定来办理 目前也都在区格当中 那至于这个赛事的办理的部分的话 那目前这个闭幕开幕式会如期举行 对 但闭幕就是 闭幕的部分就会改用闭门赛的方式做处理 对就不对外 已经取消了选手之业 那对于活动的参加者的话 要求呢要完整接种三剂的疫苗 三剂的疫苗 赛事期间如果有人确诊的话 那就会取消 那一项就要停办 目前的防疫规定是这样 好那我希望您就继续watch台北市政府的执行 我想这个面子也丢不得 我们虽然要用运动来挺平权 但是我们的防疫也要做到滴水不漏 好下一页 刚刚说的动字卷 没有积极的被使用 我要再一次 也请体育署您刚刚讲要跟一些异业结合的促销 其实亚洲同志运动会 在台湾是难得现在还在上路会实体举行的赛事赛会 不管是买门票进场看赛事 或者是线上去消费他的这些周边商品 这周边商品应当都可以使用动字卷吧 市长 基本上是可以啦 包含那个门票的部分 都可以嘛 是不是也给主办单位打打气加加油 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吸引更多人 进场看球赛看赛会 那体育署刚刚针对动字卷要去做一些异业的结合 赶快focus我们亚洲同志运动会 他的赛事赛会只有这几天了 我们会在我们的动字卷的网站上面 全力这是现在这个当下 因为他也搭配你动字卷的使用期限 然后就算不能够进场 也可以来消费这些周边商品 这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现在把这个机会释出来给你们 这个讯息请同志卷来帮忙 也来公布这个同志运动会的这个相关讯息 是 很好 谢谢次长的承诺 好 那再下一页 我上一次质询的时候有提 国际的一些团体也组团来 毕竟就是亚洲的同志运动会 但是呢 有一些国家如泰国因为隔离政策 没有办法来台 你们的补助会减少 有没有去调整放款 不要为难主办单位 因为这是非战之罪 没有我们这个部分还是按照原定的那个 那个补助金会 补助一千万 好 不会因为这个部分 所以我上次质询之后 好 那请你们就务必的来协助 因为在三十二小时就要上路了 那防疫要做好 我们运动赛会也要把品质兼顾 好 辛苦大家 谢谢次长 谢谢主席 好 谢谢吴思雄委员 晚上 还有 不是 你好 že